四位大師 為何你們這麼長坐在這裏 是否有股票提示推薦給大家 我們坐在一起當然是跟股票有關 但今天不是講股票 主要是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騙 尤其是那些在網絡平台上 唱好某隻股票的群組 又或者假扮知名股評人 盜用他們的相片放在群組頭像招搖撞騙 嘩 這麼嚴重 那我們的樣子有沒有被人等在群組上面去騙人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精明的投資者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騙 那就請大家密切留意證監會Facebook 和警方的Facebook 好 遲些就會有一條詳細的影片 暫時給大家看一個片頭 好 今天看看行業板塊方面 跟昨天的差不多一樣 不過不是很升的股票 稍為多了幾種板塊 銀行業今天表現比較差了一些 昨天銀行業升到這裡 今天汽車很厲害 因為中國汽車業務方面 消量十分好 半導體又回來了 等等這些 這些都是屬於這些比較當炒的行業的東西 在這點裡面來講 看看恆生指數那樣東西 恆生指數的期貨 來到這裡還是在這個 在這裡又不升又不跌 始終起了保利加通道的上軸的下方 就是在天花板上蓋住 如果在這個日線圖上 就沿著中軸在動 這個中軸在動 有兩樣東西要留心的 一 就是它好在這個中軸還是向上移動 第二 它是守起中軸的上面 由於它向上移動 它是守起上面 所以一天都要有少少的升幅 不過記住 如果有一天是跌穿了這裡的話 即是跌穿了中軸 它可能就會跌回到下方的位置 就看回到28000 今天所有觀眾來問的股票 其實都是以前曾經提及過 推介過的股票 我推介的時候 價位比較短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一太長的話 就很難我去兼顧 有個別的朋友 他買了之後沒有放到 對呀 現在去到現在 現在變成了較高的位置 他就會問怎樣搞 我儘管這樣說 對於我來說 我是很辛苦的 每天都想找一隻 有時有些星星上去之後 我是不是又再找那隻出來呢 我也有想過是可以的 這樣始終就食住它 一直整個星勢 如果不做的話 就變成了好像有很多朋友 他可能低位沒有買到 高位他要再入的話 要有困難 所以我只是說一件事 凡是如果是買了之後 我推介過的股票 大家有投資過的 它升上去的話 你自己就覺得 它有些前途的 那你就很簡單 到了目標位的時候 因為我定的目標位 通常都是比較近一點的 你就不要那麼吃虎 你自己等回 以那個是止蝕位 你自然推介指示位 你要做 如果真的升上去之後 又如何呢 升上去之後 就要之前的三天的低位 你要做你的止賺位 那你就可以吃得 可以多一點點 以北風 你看 北風我曾經推介時中 大概是幾毫子的時候 後來 這個是月線圖 月線圖 北風其實它的走勢是十分之好的 在這裏它其實在做一個大圓底 月線圖 在做大圓底 在用這個差不多幾年的時間 它市盈率不高 PE又是 市盈率不高 息率有6厘多 它最高的時候 曾經見過它過二的 如果你在下面的大約四毫多 有什麼五毫子買的話 始終它是一個歷史的高位 是過二的 是不是真的歷史的高位 我不知道 可能在這邊 還會更加高都有 不知道 起碼可以看到過二的話 其實它是有條件 回到舊人士那裏 在這點裏 如果真的在這裏買了的 我通常都在這裏走了 如果你以為有興趣的 你繼續保持它 在這點裏 周線圖上 你很清楚看到它 是破了位置的 只要它下跌時 你會下跌 即是頸線的下面 若不應該是 這個保迪加通道的上軸的話 是8號7的話 你就應該可以繼續保持它 在上面你可以看到 一點點的 就看9號6 再多一點 你可能看到過半的 這個是以前推介過的 但是我亦是走了的 按照我的指示位 等下大家可以看看 什麼時候呢 我看看避免這個 應該可以 還有一個 看回北風那裏 推介股票那裏 咦 有沒有呢 哎呀 剛剛清走了 北風 那時候建議的時資安 就是這個 目標是大8號半只走了 好了 現在回到之前那裏 好了 現在去到9號指導 9號指導時 它再上時終 就裝潛正經濟度 就看它去到9號6 或者是過半島 行動網絡 亦都之前是推介過 這幾天發威了 升了很多 升了很多之後又怎樣呢 這裏我覺得 需要考慮 是要止賺的 因為它出現了一支陰燭 如果它跌回到保利家通道的下軸 即是上軸的下面 即使大約是8號8這個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去止賺了 如果你說 我不是 我是想看多一點的 不過你也有一件事 要認真要留意 就是6元這個支潮系 如果真的跌穿了的話 你真的要走的 我擔心 所以它就說目標是6元 因為這個行動 波動太大 升得上那麼多 你也可以跌得那麼多 以前也有推介過康師傅 康師傅的時裝 現在又是在這裏 其實都是去到市近一些高位 希望高位突破之後 就可以上回去 見到差不多遠一點 去到15.2 以至去17.5 更按照量度升幅 雙頂升了上去 再上去 日仙圖上面 康師傅就繼續在這裏 就已經入回來 這個保利家通道是上軸的下面 應該要試一試中軸 然後再跟著就上去 無牛羽葉 以前也推介過 最近開始有些資金流進來 他自從上了53元之後 就已經打橫走了 回到這裏 走了這麼久之後 應該有條件 再上市去 但有一件事 當然他可不可以上得到 我不清楚知道 不過現在看的形勢就好像可以有 因為試完保利家通道 日線圖上的下支池 跟著上去 一定是要看指示位 因為有個不太好的 就是他這個線是向下的 不過現在他突破了上來 希望再跟著站在這裏多一點 最少就可以將這個中軸咬上去 這樣就可以真真意見到新高位 洛陽木葉 亦都依然推介過 在周線圖上面 上了之後 現在下來保利家通道的 就是上軸的下方 繼續這裏是糾纏 上應該再上去的 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比較清楚 在這裏試過幾次 這個低位 這個一次 再跟著一次 這個一底 是高於一底 因此現在這裏在中軸上面 就有條件望 升上來這個位 這個位上面應該是5.9左右 再上高一點 就是6.2左右 所以就望5.8至6.2 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比較好一點 今天推介的是有幫保險 有幫保險 我仍然未推介過 不過有朋友問過 問的時中就去看 現在很多的股票都是這樣 保利家通道的上軸 上了之後下回來 這裏 如果你這樣看到的話 你會看到 整體的大勢 包括恒指 都是這樣 下了之後中軸 上了之後下回來 又未好到中軸 去到這裏的時中 就看看 之後下一轉 等到過年回來 會不會上回去 所以為何很多時 這些都說 持股票還是持錢過年 如果似乎看 現在基金的排費的話 似乎他們持股票過年 這裏在日線圖上 他試完了在天花板 試地板 再上回到這裏 再跟著的發展 應該要上去這裏 因此在這裏 有幫保險 可能會看到 這裏是資金的高位 是105 以至新高是110度 這裏就希望 有忙於挑戰這裏的雙高位 這裏也要事先說一句 所以很多這些是股票 由於他們已經是來這裏 再上來這裏 那就要考慮一點 會不會是在前頂之後 就做了一個雙頂 若然這樣 就會有個大些回落 劉鑫這個雙頂的局勢的話 是會有落葉木葉是這樣的 雙頂就可能是55元 因此在這裏 大家需要留意 有樂觀 盼望之餘 也要留下手 是必要時的準備 因為這些走勢 在保利亞通道上 你一是就升給我 一是你繼續跌下來 例如在這裏 下來了之後 上回去 還好像見出了 破了高頂 接著就押下來 這些在保利亞通道的走勢中的應用 是需要有些留意的 今天介紹的就是這麼多 當然 如果你有看得到的 以前介紹過的推介股票 就是這裏的情況 答過觀眾問題的 就有這些 如果今天答不到你的問題 你可以在這裏找回 會不會曾經有時期答過 在這裏找回一些 看看情況 行不行 好 多謝大家